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肖孟林 是一名ID工业设计师 法院所呢 现在是必须给我们一些新的方案 是的 就是昨天就刚发了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但是还没来得及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今天下午照 这个项目它里面是包括了好一些产品 所以当时我们就邀请就是法院所 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来出一些一些方案 我们仍然想要表达我们的想法 提供的感觉 影响、色彩、影响 跟他们的碰撞其实还是很有意思 美学所嘛 所以他们比较擅长的部分 就是在美学方面 以及工艺啊 新材料方面的一些新的一些挖掘 他们知道的细节没有我们那么多 所以他们其实反而不受束缚 像我们这边就是可能更落实一点 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啊 或者这个工艺能不能做 或者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你能谈谈一点点 这个节目的影响 可以再说一下吗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给他一些 比较收敛的一些建议 然后就可以碰撞出一些 既有务实 又很有创意的一些这样子的 目前要准备做一些模型 来进行一些外观的验证 作为一个ID设计师 你不是说仅仅只是画一张图 是从最开始的时候 你了解你的用户 他们的痛点和需求是什么 现有的产品有哪一些缺陷 或者是体验上可以升级的部分 一些交互上面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 也是设计师需要 ID设计师一起跟其他领域一起去合作 创造一个新的体验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今天说那个粗细的东西 对 我又买了这个logo的 给他改一下吧 就是透明后期把统一过来 它们线性的那种 因为音箱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它对外观的一些限制 是相对于有一些产品来的话 是比较少一点的 其实是有很多的 可以发挥的一些空间 好难哦 因为我们听歌的时候 是需要有一个沉浸的一个氛围 然后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想 再打造一个更加沉浸的 或者是更加有情绪化的 这样子一个体验 像我爸妈就是他们自己 就是我的产品上市之后 他们自己就掏腰包买了一个 然后天天在家里面放音乐 放特别大声的那种 就很开心 然后还开灯光啊什么的 对我自己个人而言来说的话 工业设计就是我能把一个产品 从图纸变成一个实质在在的一个 拿在手上可以用的一个东西 对我来说就是很有成就感 然后以及就是它可以让我的父母朋友亲人 让他们也可以接触到我设计的这款产品 给他们带去一些新的体验 或者是给他们带去一些喜悦和幸福感 这个对我来说的话就已经很非常满足了 对设计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